中国网民手机平均安装56个APP,32GB存储够用吗? 今年智能手机的存储迎来了非常大的生机 不少的手机厂商开始在自家的旗舰手机上引入UFS 3.0存储介质 目前的千元机市场,还有一些智能手机厂商采用32GB存储 这种做法可以大大提升智能手机的性价比 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,中国网民手机里平均要安装56个APP 这些软件自然是要占据大量的存储空间 以主流的社交软件来说,虽然安装软件占用的空间不是很大 但是聊天记录会产生很多的数据 一些喜欢的图片、视频等也是不舍地删除 这都将占据较大的存储空间 有些用户的聊天软件数据高达几十个GB